第一個均間原則叫橫畫均間 橫畫均間的目的在於 每一個橫畫中間的間隔必須保持一致 比如說日這都保持一致 那在中間一般我們都要畫個圈圈代表它的距離 那這樣子叫橫畫均間 中間間隔是一樣的 那我們看寫木的時候也是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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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的距離需要保持一樣的 到下面的距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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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一樣 但這個一樣不用真的拿尺來量什麼 這裡是什麼1公分啊這裡是1.1啊 這樣不均間 它不是那個意思 它是乍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不用真的拿尺去量 藝術如果這樣子就很奇怪了 那我們來看這個叫做均間 差不多差不多 那在寫這個的時候就要注意什麼 通常我們寫這種均間字的時候 希望在寫的過程中隨時提醒自己 比如說我現在寫個木好了 那詞畫寫 寫了 那基本上沒有問題 當你第一個橫畫完成了 第二個橫畫才是挑戰 第一個橫畫 第二個橫畫是挑戰 當你第二個橫畫的位置錯了 後面就全錯了 所以你在寫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比如說我第二個橫畫 如果我今天落在這邊 那可能是OK的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這個間隔 這個間隔 在這個間隔 在這個間隔 看起來會差不多 可是換句話說 如果同樣這個字的外型 那你在寫的時候 不是這樣子低筆落筆 比如低筆落筆 你落得很上面 這樣你可以發現 第一 這個距離已經被你抓好了 所以下一個距離就必須靠這個 必須靠這個 那這個就已經不成字了嘛 這個就可以寫了五六行 七八行 好可怕 所以這個均間原則的時候 在寫第二筆的時候 就決定這個字的成敗 所以要非常小心 那這是落得太緊密 那如果落得太鬆呢 這中間第一 如果從這裡開始 那在這裡 那下面肯定不夠長 不夠長 那變成你還要去補啊 還在補 還在補 那這個就不對了 所以 均間原則的時候 在寫的時候 一定要 隨時提醒自己 寫第一筆的時候 就要 注意第二筆 第二筆、第三筆 到最後都要一致 那筆畫越多的時候 第二筆 關鍵性筆畫第二筆 第二筆 大概就決定了 這個字的成敗了 好 這是均間原則 日 日寫的也比較小 所以它大概寫在這個縫縫裡面 中、弓、橫畫、折 折了以後馬上寫下來 那右邊的比較長 左邊比較短 右邊比較長 那是均間原則 所以你要看 這裡面能寫在哪個位置 然後底下會均間 但是你要注意它有厚度 所以要比你預期的 稍微再高一點點 因為筆畫有厚度 如果是硬筆字就沒有差別 可是因為是 那個毛筆字它有個厚度 所以這樣看起來叫均間 木 木筆日長 所以 樹畫要寫的比你小象中來的長 但是它的範圍還是這麼寬 主要是它中間只有橫畫 不能再寫太寬 寫太寬就覺得胖起來了 然後直畫到後面 兩個直畫 右邊的比較低 剛才講到均間 均間你要算 包含它的厚度 扣掉它的厚度 它的厚度 扣掉它的厚度 通常後面是不黏住 那個電腦字會黏住 但是通常寫書法的後面是不黏住的 鉅 鉅是窄的 所以它在這兩個縫裡面 寫上這兩樹 在這兩個縫裡面 寫上這兩樹 不要寫太寬 因為究竟它裡面只有三個橫畫 一個橫畫 兩個橫畫 遇到這輕巧的要 輕輕的寫用筆尖寫 然後注意這個縫隙 後面不用黏住 這個是它的竹筆畫 一般遇到竹筆畫就會拉長 那長橫通常會加上一點點的粗細跟弧度 那扁是一種支撐的作用 往左邊 往右邊 點也要有一點厚度 才能把這支撐起來 鉅 書的話 筆畫很多 所以寫這種字的時候 間隔距離非常重要 那我們看這邊 它的寬度還是很窄 因為主要是它這裡有一個長橫 所以其它筆畫的寬度就要相對的縮小 那既然第一筆第二筆確立了 第三筆就大概照這個筆的間隔距離去書寫 那如果上面的可以伸展一點 這個竹筆畫通常會稍微厚一點 做一種支撐的骨架作用 然後間隔距離是一樣 那你可以發現長度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有伸長有縮短 有伸長有伸長 然後底下的約也是往內縮 是扁的 因為壓在下面 通常會偏扁 那這裡面的橫畫 注意間隔間隔間隔 所以這個橫畫的間隔也不能差太多 然後最後再把它封好 好 書